那里从事什么职业啊 现在一说自由职业有点 就是那种日节的工作 比较就是不确定 咋认识的 主持人是这样的 我上一段恋情不是网恋吗 然后我就从唐山来到天津 就是想跟那个前女友奔线 但是吧 我那前女友她不愿意见我 我们也因此闹了矛盾什么的 然后我就分手了 那段时间我挺郁闷的 特别难过 我就想出去散散心 我当时走到海河边 看到他们的乐队在表演 她那个身材特别瘦小 抱着一把贝斯 给我一种特别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我就觉得吧 她体内有一股力量在感染着我 让我走出这个阴霾 我当时就跟她要了微信 我们就在微信上一直聊天嘛 那时候我还尝试着追她嘛 追她有四个多月 就跟她在一起了 行吧 我看你对前女友也没有多么大的伤痛 看到了一个女孩子 好漂亮 追也行 爱情嘛 不强求嘛 这个倒没什么啊 这个 那今天为什么来呢 谁说 哦 主持人啊 就是她追我的时候 无论她说话也好 她的一些行为也好 都特别地理智 因为我是特别喜欢那种理智的人嘛 就和她在一起了 没想到我跟她在一起之后 她完全就不是我想的那样 她就是特别地是那种 以爱之名束缚我就是 就什么都喜欢管着我 而且她主要有时候还对我冷暴力 就让我真的特别不能接受 我就真的不知道有时候 我到底是她的女朋友了 还是我只是她一直用来疗愈 前女友对她造成伤害的 一直疗伤中剧 哎呀 你回应一下 并没有 其实我当时 不是自暴自弃嘛 然后我在外面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之后换了她 就感觉她是我黑暗中的 那一束光照到了我 指引了我的前进的方向嘛 主持人就是因为她说 我是她一束光 然后她就一直觉得 她赚的钱就应该给我花 而且是一种 我根本无法接受的方式 因为我是一个 压着不物质的女孩 然后人家怎么样 人家就是给我买化妆品 你说别人买化妆品 那一种种类的买一瓶 就完全够用的呀 然后她是一种种类买三瓶 那我不是 我没有谈恋爱的经验吗 我经验不多 那我不是明确地告诉你了吗 你开始一两次 我觉得你是我男朋友 你都有好事的 我收了 但后面我就直接 你说我不要 你这样做 我真的很有负罪的啊 你知道吗 而且我就主要 你说了好多遍 你压着不提 你就不提地买买买 我真的是无言以对 你知道吗 那我不是身为你男朋友 为你花钱我心甘情愿呀 就主持人就这点 我就直接拒绝人家了 人家干了啥 人家倒好 人家注册了这小号 过来夹我 人家夹我给我备注了是 我是一个养不理的男同学 因为主持人 我是玩乐队的嘛 那需要有点小名气 我就想是音乐上的朋友啥子 我就夹了 夹了之后 人家压着不着我聊天 就每天到饭点的时候 就给我发消息说是 我给你点了什么什么外卖 你直接再拿哪里 几点几点去取就行了 当时我就觉得是他 关键时候我对他说 他还不认 这个时候我真特别不论理解 我觉得这么有必要找 找这么复杂吗 我就尽力明说 我不要你的东西 我不想脑牵着别人什么 而且主持人他也很不容易 他是一天打两份工 他白天在工厂上班 晚上还要去干物流 的确我打两份工 但是我碰到他之后吧 他能带给我动力 我以前打一份工的时候 我真的的确是挺难的 也感觉挺累的 但遇到他之后 我现在打两份工 我觉得也挺充实的 你再别说你充实了 你原来喜欢做小西点小蛋糟 你把你的钱都花到上面 我觉得那也是你的兴趣 我当时就特别欣赏你这一点 你能会去坚持自己的兴趣 就算你现在不是很富裕 结果人家等我在一起之后倒好 完全没有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了 成年的世界 他不仅要有爱情 那他也有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事业呀 可是烘焙只是我爱好中的 其中一项 它不是我的全部 我还可以拥有其他的爱好呀 那你现在还有啥爱好啊 我现在拥有你陪着我 我觉得这样挺好啊 但我觉得你 如果花钱就完全没有必要 你说你现在也是什么 事业才起步呀 你说你把那些钱攒着 你说攒着我们的未来也好 再说你任在这儿 你的房租 水电不都要钱吗 你就把那些钱 我真觉得没有必要 而且我根本不物质呀 你说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知道你不是物质的女孩 我也不是贪上你的钱呀 而且我也跟 我也有室友跟我一起合租 能不能跟我分担一下 你合租又不是不要钱了 你合租咋谈得得免费呀 来来来 这个事好像不用吵嘛 用别人喜爱的方式爱别人 这就行了嘛 他的事是本本谈恋爱不好嘛 这个悬得没用的 人家跟你说了不要这样就不这样嘛 别吵了 这事我们听明白了 就是男生觉得你能跟他在一起 对你的生命来说是太重要了 我觉得他是我的救赎 行 救赎 所以你要把你所有最好的都给他是吗 对 我就是想把我 那你给的是他不想要的最糟糕的东西呀 你得听他呀 听啊 不能老是自己感受啊 接着说 还有啥 主持人我不是玩乐队嘛 然后乐队也就其他都是男生嘛 我们乐队有着不成文的规例 我那大演出 小演出之后 都会去亲吧 去庆祝一下嘛 但是我是特有原则的女士 我就酒 我就抿两口 就大家就乐呵乐呵 开心 开心就行了 然后每次我就去了不喝 他就一直就觉得 我实际是未然 但是你身边的那些男性朋友 他们也喝酒呀 那我不喝呀 我是倾心的 何况我每次 你说你不相信 行 我这一路视频 我甚至把你带给我那些朋友 全部他们都知道的 然后就这你就还不相信我 既然你说你不喝酒了 那你为什么还非要去这种场合呢 那我站着乐队三点 它也就相当于我那只小家庭 那你能为爱放弃家庭吗 这个回答特别好 这孩子啊 而且主持人 就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 比较大型的演出嘛 然后弄完之后我们就去庆祝宫宴 当时是晚上 我就怕他让人生气 他小心眼啊 就没有给人家说 结果最后人家迟到了 人家一个多星期 也没给我发消息 我就觉得我 那些七上八下 这三天不发消息 都默认分手了 这一星期不发消息 算啥事啊 这不等暴力吗 最后还是我去 爸爸去哄人家 我又在家打电话 人家在家太者不接 我还去找人家朋友 我就把人家哄的呀 人家最后才说 那我们很好吧 我算原谅你了 这都什么事 他说咱有问题解决问题啊 我又不是说 我不等你解决 或者我逃避 他又这样一直逃避 那我之后不也是挺后悔 那么我也跟你道歉了 那时候我的确是逃避现实 你说我发消息 不回我打电话不接你啥事啊 我找你还得去找你最好的朋友 这个就是冷暴力呢 是吧 后面还有一件事啊 还有 还有 就是我不是专业是学计算机的嘛 我们叫男女比例 就是那种囊夺肉少嘛 谁是狼 谁是肉 孩子 那肯定我是肉 性格开朗啊 就是他就觉得情侣之间 就一点坦诚相待 然后问我这啥问题 然后问 你们这专业有没有人追落你啊 就想他小心眼啊 我肯定不能对他说 我就说 哎呀 我说宝 那有多少人追落我 那你现在是我的唯一啊 然后他就不 他就说 宝贝你这我说 你说了我一点都不会生气 我不仅不生气 我还会很开心 因为我是你男朋友 我女朋友受欢迎这不我一家很自豪嘛 那主持人 我就给人家说 我觉得爱一个人他肯定会自卑 我又是从小就是单亲家庭嘛 我就觉得他挺优秀的 然后他身边的那些追求者都比我好 我会也没和他们在一起嘛 而且我给你说了之后你玩失踪是啥意思 我跟人家说之后 人家直接一个人从天津骑车骑到了围方去 我咋发现阿小然不会打电话咋也不接 就咋就逃避 不停逃避 不停等暴力 你说那么长段去 他是我男朋友 那他在出事了 那我内心我内秀一辈子呀 那我不也后悔吗 那骑行也是我的爱好之一 我喜欢在骑行的那种感觉 我想出去散散心啊 不是你散啥心 我真是搞不清楚你的思路在哪儿 你为什么非要知道啊 而且主持人他不仅是死心也要我现在 他死心也要我原来 就是我 就我以前不是只有一段感情经历嘛 也算我都初恋嘛 然后他当时也是这种专业的 其实我原来就是学习不太好 但是他帮我找到了 就也算带我演了一条道吧 我就继续在这条路上坚持下来了 现在我就是学习就学得好嘛 但是人家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人家就觉得我现在好好学习 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 缅怀我的初恋 你说这有奴隙吗这件事 就我这家解释 这难道不是吗 你初恋带给你的影响 是小提琴跟编程 我只会一个烘焙 我不知道该如何把你带进来 我连你说了吗 你教我烘焙 我说我学不会 我在家没有 我啥家伙都不占 那样我占的 我生死我就拿了个刀 都把我手都切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吃他初恋男友的错啊 他特别吃 他有隔三差 我就不停地提那件事 我真的觉得我心里面就特别热眼 就感觉我都自己都感觉 好像我想成家有点啥似的 所以说你傻不傻吗 你把自己女朋友玩也推啊你 你想干嘛 我不也是 也是因为自卑 我就感觉 好好的一姑娘非要给人逼走 我都替你着急你知道吗 他不是比我小吗 然后我希望他能多依赖我一下 然后多黏我一点吗 那你觉得一代理学点就是我24小时 围着你连周转 那我放弃我的信息 我的爱好我的学业 我希望你能有什么事情 能第一时间能想到我通知我 那我不也给你分享我的生活吗 那我分享就觉得 我觉得比较有遗失感的事啊 那我总不能说 那我走路上 那我踢到这一拉罐 我都给你分享吧 那我这些 那我这人才有问题吧 那咱不提这个 那主持人我跟你说件事啊 他就有一次食物中毒 这么大的事 他到了医院看完病之后 他先发的朋友圈 不是先告诉身为男朋友的我 那不是晚上吗 我就感觉我不会需要 你晚上不是在上班吗 你那本来物流的活 你都要专心 那我再给你说这事 那我不分散你注意力吗 而且我觉得这事 我又不是不给你说 你掉来休息的时候 我给你说这也一样啊 这为啥你就纠结 这一个时间点呢 那我身为你男朋友 我照顾你也是应该的呀 那我打几瓶点滴 不就好了吗 我又不是说 卧床不起的 我还得请着人来陪着我似的 而且我这人从小 就是比较独立 不喜欢麻烦人的 我连我社友都不麻烦的 当时我去 他学校附近的三个医院找他 当时我看到他在那儿 出点滴 当时我特别着急 不担心他 他着急的方式 我完全理解不了 然后着急的方式 就来进 找到我之后 劈头戴脸 就我数了一顿 说我什么 你不止我说 你活摘食物中毒 你活摘数点滴 你活摘在这儿 可怜成这样 哇塞 这叫关系 这在是关系 那我宁愿不要 那我之后也后悔 我当时也着急 你是后悔 后悔你就转身走 人家中过甩脸子 但是你当时你拿包砸我 你那连那个数月杆 你都给碰到了 那数月杂碰到 人家看到了 然后人家就当完全熟视无睹 人家就走了 你说是个陌生人 看到也帮我叫着医生吧 那时候你不是在气头上吗 你还不是玩了一句 你又不触了 那你在气头上 那你说我 你就问我宝贝你疼不疼 你问这 那我还会得生气 那我才有病吧 那时候我不也头脑发热 然后我就想着 我们俩如果这样的话 那场面还会收不住 我只能先走了 那第二天我不也去医院 去跟你道歉了吗 哎呀 这恋爱谈的 现在女生对你们的这个情感 有什么想法吗 我就觉得我俩就是 就是性格和好多关联 就不合适 然后也磨合了 这毕竟也这么久了 我就觉得确实也就真不合适 我就在想要办 就大家都冷静冷静吧 不然他这种真吗 是吧 是吧 你对他现在这种 叫自由职业的状态 你是怎么看的呢 因为我是比较 就是我其实还是比较希望 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的 因为他老家不是唐山的嘛 然后他妈妈就在唐山 给他找了一份 就是比较稳定的这种工作 也是计算机方面 和他专业相符 我就特别支持他过去 人家就说啥啥都不去 他说的这种 不就属于异地恋吗 我觉得异地恋 不就等同于自动结束恋爱 那啥叫抵决的 就是抵决的那样 每年有那么多 有异地恋的人 都不还有那么多臣的吗 但是异地恋 他却要陪伴 我想陪在你身边 主持人就他这种感觉 会让我特别地压抑 我感觉我干啥 我都束手束脚的 因为我说学生嘛 我还要考研 我还要找实习 还要找工作 就他这种感觉 他就一直把我黏着 我干啥我都不舒服 理解了 兄弟你觉得 你配得上这姑娘吗 我觉得我现在配不上他 他不现在还读大学吗 我只有中专学历 学历上配不上 还有呢 他多才多艺 会音乐 然后又会编程 情绪上配不上他 还有呢 他家庭条件 也是比较好的嘛 然后我单亲家庭 家庭背景上也配不上他 这种焦虑 他日常都会透露出来吧 哎呀 主持人再也别提了 他又特别醉 就是容貌焦虑 他天天照镜子 照镜今天就我说 哦 我感觉我眼睛有点小了 哎 明天我觉得 我个子有点矮了 后天觉得 哎 我的腿好像不够长 然而就不听着 我说虽然我这人就是 我选男朋友的标准 就我不在乎你别的 我就在乎你人品的好坏 就这么简 我就给人家明说了 人家就天天怨怨妇似的 就我说 哦 我觉得这那一步好 他那一步好 他听到耳朵都起简子 我打聊天记录 我喜欢一个人 他在意自己的容貌 我觉得挺正常的 他不是就脸上有那个痣 他一会儿想去取痣 关键是他去吧 他还不敢去 他害怕 他必须让我陪着他 我就想把他点掉之后 想让自己变得再自信一点嘛 那找回自信的方法 有很多种 这些充实内在呀 再说我又不是的 在意外貌人 你就一直在抓着外貌 这个点不放啊 这整得我真的很头疼 反了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女大学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 在职场和社会上面 历练了很久的一个成熟的 女性也好 男性也好 她很理智地在面对的爱情 这个就是在这个高中阶段 刚毕业的一个女孩子 对爱情充满了各种憧憬 还要写诗呢 然后那种依赖 依附 要全身心地 把自己的所有东西 不是给啊 你是要烧成灰啊 是不是这种感觉 对 就典型就一定爱老 还想跟他在一起吗 我肯定是想跟他在一起的 能用他喜欢的方式 他接受的方式 跟他交往吗 我可以 我是自以为是 我觉得你不可以 他要以爱之名束缚 以他以为的爱 强加给我头上 真的让我喘不过去了 好好好 姑娘 你这理论 也是一套一套的啊 好了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一起看看老师们给这对情侣一种怎样的建议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女生 你的男友是不是属于那一种玻璃心男孩 对 就是你完全不能给他一点点的伤害 一点伤害就踏碎了 你说得太对了 稍有不剩 他的玻璃心就碎了一地了 所以说话要特别谨慎 对 做事要特别谨慎 对 玻璃心我们治不了 但有一点 我认为你应该做到 你所认为的爱情 我希望能尽快地落地 回到现实 回到人间 可不可以 这样的爱情 它才是有生命力的 这样的爱情 它才能走得长远的 你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单亲家庭又怎么了 单亲家庭的孩子 出类拔萃的不要太多 你不要自己认为 单亲家庭的孩子 就怎么样了 你也明白自己自卑 那为什么不自己 从自卑当中走出来 有一点非常好 能看到自己缺点的人 只要点破了 点醒了 他还真有这样的能力去改变 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缺点软肋在哪里 你刚才也说 你不配这个女孩 那你为什么不去努力 不但配上她 而且超越她 我们面对这样的状况 现在是有落差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 我来消弭这样的落差 然后我来超越 那不是很有面子吗 有个事不明白 你刚才说 自己学历不如女孩子 可能兴趣爱好也不如她 或者是种种 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那为什么不去上个学 我以前也尝试过去自考 但是我也知道 我自己就是属于 一个人就是学不下去的那种 那你觉得考试呢 还是将来扛起家庭的重担会更难 如果一个考试都坚持不下来的话 哪个女人会信任你 把后半辈子交给你啊 现在你唯一占优势的 就是你还占着她男朋友这个坑 所以你就抓着这个坑 我不能让出来 你才会使劲地要让这个去 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就是不让位 所以你才拿你男朋友的 这个身份去小心眼 注册一个微信小号 去示人家忠诚是吧 然后逃避问题 骑着车去外地玩 然后人家好好学习 你说人怀念前男友 谁能把自己女朋友 自己爱的人 往那一方面去想呀 咱如果说不能帮助人家 也别添乱 这女孩挺懂事的 真的像一个班主任一样 天天在看着你成长 但是咱也争点气呀 你就天天这么 叙叙叨叨叙叙叨叨叨的 就回头人家考上研究生了 你们又差了一大截 你是不是就得准备 一根绳得拴上啊 我倒两下 你必须得倒过来 太长了不行 我够不着了不行 不是这样的 这个面子不是咱伸手要的 这是别人给的 爱也是一样 爱这东西特别奇怪 对吧 不是说我让你爱我 你就得爱我 你必须爱我啊 因为我是你男朋友啊 你必须爱我啊 不是这样的 而是我把自己做得优秀 让她觉得我可以依靠 她自然就会很爱我 明白吗 明白 早走出来 你还有一份机会 如果你再等一等 再执迷不悟 就真没机会了 这姑娘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看你怎么办 好吧 好 这个女孩的确能带给你 很多 很多醒悟 我说几件事 你要好好思考 为什么一个 身上发光的女孩 会让你如此之迷恋 又如此之不快呢 因为你特别羡慕 她那种气质 那种感觉 不管是她的学历 她的多才多艺 还她那种状态 你特别欣赏 其实你是想成为那样的人 所以你靠近她 所以你追求她 所以你装作是她 应该去欣赏的那种人 但你真不是 当你发现这个独立的女孩 太独立了 居然生病了 疏中毒了 不通知我 你恼羞成怒 你怒的不是 她不告诉你 怒的是 她不需要你 你非常希望一个 如此闪着光的人 需要你 这样你自己才能够 更加地自信 你说了 她让你变得自信 但是你错了 真正能够让 你自己自信的是 你内心的力量 而不是说 你拥有了一个自信的人 你是这个自信女人的男朋友 你就自信了 不 你越来越不自信了 你太需要她了 但是需要和爱情 能画等号吗 不能画等号 爱情里有需要 但不能只是需要 我给你个建议吧 因为找对象的过程 实则 看上去找对方 其实是找自己 你现在能够找到自己了 因为你自己 你知道缺什么 去补就好了 离开她 离开她你才能成长 你不能老是依靠她 用她来让你自信 是错误的 好吗 离开她 就找到了自信的第一步 之后至于你们俩 能怎么发展 就看你的成长咯 你配得上人家 人家真是需要你的 陪伴的时候 你自然就找到爱了 就这样 想自信啊 离不离开她 你都能够自信的起来 但是前提得是 你得看到自个儿的光 到底在哪里 刚刚你老在说 说她的前男友 给她带来的影响大 她的兴趣爱好 仿佛比较高级 而你只会烘焙 而她又不喜欢 烘焙难道不是一门 很高级的艺术吗 懂得吃 能够制造出美好的食物 这难道不是使人 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激情 投入在其中吗 我推荐你回去 看一本电影 叫《美味关系》 它呢是 根据一个人的传记 改编的 这个人传记 如果有兴趣 你也可以找来看 叫《我的法兰西岁月》 是朱利亚查尔德 在随着自己的丈夫 从美国去了法国 她丈夫去当大使 五十来岁的老太太 跟着她一起过去了以后 发现自己 啥事也不会做 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话呢 语言也不通 在巴黎忽然陷入了迷茫 于是她决定学做菜 五十来岁重新学做菜 最后却成了烹饪界的女王 至今都是传奇 有兴趣你就去看一看吧 如果你的爱好 你能够钻进去 你能够把它做好 那么对于您自己来说 有一技棒身 并且有一件事 是拿得出手的 我能够用我的食物 影响一批人的心情 这说出去不棒不妙吗 小伙子 这怎么就不如编程了 想想你的骑行 想想你的烘焙 你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 女朋友不在一边帮忙 你也会在里头觉得其乐无穷 拾起她们来 先让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 你才有资格跟这一个女孩说 把你的人生交给我 做好最好的你 看看能不能够留下这姑娘 留不下的话 好歹你留住了最好的自己 当一段关系能够让你发现 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并且成长的时候 这段亲密关系一定是良好的 所以截止到现在看 这段爱情关系是良好的 因为你成长了 你自信了 但是对女生来说不是 这个关系不好 女生不舒服 不快乐 至于该怎么做那是你的事 你就记住一点 我觉得这个女生 现在做的事情恰恰 是很多年轻朋友应该借鉴的 我有魅力 我吸引 我不介意 我不紧张 我不害怕 我可以大胆地去做 我自己的选择 这就对了 这就是爱情原本应该有的模样 持续地散发着自己的魅力 而不是拼尽全力 去抓住某一个人 加油吧 应该接受各种各样的结果 因为你要长大 我一直都把我自己的那些自卑 那些不安全感 都强加在你的身上 让你感觉到很压抑 这其实也不是我想要的 我觉得咱俩已经磨合了这么久了 但是确实有一些问题 它是真的就对我而言 我是完全接受不了 而且你也斩了这么久 发现真的也没有任何斩变 所以我觉得 要不就算了吧 难道 我就没有机会了吗 你先要做好自信的自己吧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谢谢两位秦辉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0 630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结果预测一下 男生醒悟了 确实迟了一点 但他今天还是会出来 女生还真不会出来了 男生会出来 我也觉得女生不会出来 但是很高兴的是 我觉得男生终于明白了 我觉得男生女生都不会出来了 如果他真明白的话 男生会出来 但不代表这是痴缠 我觉得这是他对他爱情的一份交代 来 早日吃到你做的美味 来吧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你这个人真的太木讷了 一点情商都没有 有时候咱俩在家 一天都说不了几句话 我真的受够这样的生活了 你总说我不爱说话 可是你把我想说的都说完了 我还有啥可说的 我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内向的人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呢 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 还总是由着性子来 我在自己的世界里 为什么你就不能为我 多做一些改变呢 我感觉自己的生活 一直被你把控着 真的活得很累 或许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我们该重新考虑未来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孔贤雅29岁来自天津 汽车租赁 有请 杨女士22岁来自天津 又师 有请 欢迎两位 女朋友 对 汽车租赁 就是租车服务的是吧 对 不会是你的客户吧 以前是 真是这么认识的 对 去租车 对 就是我找他租车 这么认识的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 其实特别老实 然后我不太喜欢那种 就是怀言巧语的人 后来慢慢相处相处 就在一块了 但是后来这个老实 也给我造成了很多困扰 今天主要来说老实的困扰是吧 对 就是他平时在家啊 也主动收拾屋啊 做饭之类的 我还挺满意的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 他特别不爱说话 你不是刚才说不喜欢这个吗 所以人家不说呀 这不是造成困扰了吗 说困扰 说困扰 然后他就是在家也不说话 就自己在那玩游戏 然后要不就发呆 也不主动找我聊天 就我们俩平时同时在家的时候 一天说话超不过五句话 那吵架的时候就更别提了 他压根就不理你 你知道吧 就你恨不得对强说话 还有回音呢 他压根就不理我 一个字都不说 这谁受了啊 你说两句 他说的对吗 他说的没什么误差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说话呢 平常 我不敢跟他说太多 就是有时候 我怕哪句话说不对 他就跟我吵架 你说都不说 你就知道哪句话对 哪句话不对嘛 他压根就不跟我说话呀 你不跟我说话 就光是我们俩在家 就算了就可以理解了 你就这个性格 但是跟我朋友出去啊 我们就三个人 一个字都不跟人家说 就不理人家 就在那玩手机 就弄得我就很尴尬 没办法解释 然后我朋友小事问我说 你对象是不是不愿意 咱们俩在一块儿打一声 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不太好啊 我没办法解释根本就 我对陌生人 不敢跟陌生人轻易地交流 就是 不是 你搞汽车租赁的 你能是这样 主要是他朋友 我是第一次认识 还是个女生 然后当在他面 不好意思跟人交流 他要不在 你应该没问题吧 也不会 不会 不会怎么把顾客 变成了自己的女朋友的呢 就是属于我比较气 不是 我就在想你是真的害怕他 还是说怕失言 到底是为什么 我主要是不想在他面前 跟别的异性有过多的接触 哦 他是这么说的吧 他觉得跟我朋友不熟 没话说 但是你跟我朋友不熟 你跟我也不熟吗 那你在家你跟我说话了吗 你说几句 一共没说几句话吧 主持人您说多来气啊 他在家他不跟我说话 但是他跟他发小 俩人从早上 不知道他俩说啥的 能说到晚上 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就是我们俩朝夕相处 天天在一块 跟我没话说 然后他跟一个男的 你想跟他说什么呀 就平时说 我说吃饭吧 你想吃点啥呀 都行 我说厨余留了一圈吧 嗯 没了 就这样 但是他跟他发小 不光能聊天 他还跟他发小学我 你给我们学一学 你女朋友好不好 学她发火的时候什么样 她发火就是 你说话呀 说话呀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他就是 总是重复这句话 那你要是说什么呀 就是你不说话 我就不知道你 不理我的点在哪 或者是说哪句话 我说错了 你不爱听了 他还有一个毛病啊 就是我越生气 他越笑 你气得越厉害 他就笑得越厉害 就好像说 我一句话也没说 你把你自个儿气成那样 你该 这个比较气人 这是为什么呀 我不笑的话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表达 行 这老实人 啥都不说 天天 他不如跟块木头说呢 你说百块木头在家 我还能当个凳子坐坐呢 他在家不说话还占地方 哎呀 我跟你说句不好听的话 我也跟你聊不起来 就是你那个都不是聊天你知道吧 那刚开始我也是好好说的 对吧 就是刚开始他说的时候 你就问他 他就不理你 要不就一个字两个字的 那我也受不了 我本来我话就多 然后他还不说话 基本上就是问一句说一句 不问就没有了 那你就找一个能说的不就完了吗 你也是够别扭的了 丑的不说话 我就来气 行行行行 我问问男朋友 他有缺点吗 有 什么缺点你说说 我们俩在一起之后 他去我们公司上班 当会计管钱嘛 然后他就跟男客户聊天 嗯 本来就是我不爱说话嘛 然后他就跟别的男客户聊天 一聊聊到半夜 就跟你叫什么张哥呀 王哥 李哥的 还用公司的钱给发红包 主持人 他说我跟客户聊天暧昧 我就感觉他对这个暧昧 人家没有说暧昧 人家就说聊天 还用公司的钱给客户发红包 人家没说暧昧 现在没跟您说 他之前总那么说我 然后我就是觉得说 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 然后我跟客户聊聊天呀 就是逢年过节的发一个红包 我觉得就是算维护一下客户的关系吧 就好让人家还继续找我们 我觉得我想的也没错 而且发的红包都是6块6呀 8块8呀这种小数额的 我觉得相对来说 比买一份小礼物要合算多了 然后他就非要死刃那个规章制度 就说这样就不行 财务可不就是管规章的吗 你怎么把它弄到你们公司去了呢 因为开始的话 我看他管钱管得特别好嘛 行 那公司是你的是吧 不是我的 是我跟我一个发小开的 你这发小也够倒霉的 后来去了管财务管得怎么样 管得挺好 就是他有时办事不过大脑 啥意思 有一次我们在屋里开会 就是研究要添几个车 然后他接待一个客户 马上就要谈好了 然后这个客户跟他说 让他拿着工章去跟他盖一个合同 结果他就拿着要跟人去 我发现了 然后我搬那儿就追回来了 我跟他说 我说那个工章能借我用一下吗 可能有点用 他不理我 他不跟我说话 那好歹说我也在这个公司里边上班吧 那我说我拿走我用一下 根本就不说话 然后我也是有点生气了 我拿着走了 那是老板好吧 凭什么你要用工章 你有什么权利用工章 因为有的时候需要盖合同 你们公司管理这么混乱呢 不是啊 不用说就在墙上贴着 工章不许离开办公桌 对啊 那你为什么拿走啊 我想跟他商量一下 问问他 就是这个事可不可以去办 然后他不理我 行 现在还在那公司吗 不在了 分开了就好 得把工资再给搅和了 最后他因为什么 离开您的公司的呀 也不光是因为工章的事 还有一件事 就是他前男友 给他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是借钱还是还钱 然后我没有听见 等他说他要出去一趟 当时我就不放心嘛 然后我说我跟你去吧 回来半路了 他跟我说他前男友 以前欠他钱要还他钱 等他前男友刚上车 没有两分钟 他就让我下车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我们俩就是还 之前跟前男友 还没分手的时候 他找我借的钱 就是还没还 然后我给他发微信 他也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我就觉得就是 找他一趟去吧 因为手机上这个东西 他逃避的话 你也不知道 我想当面跟他说一声 然后是我们俩一起去的 之后他说那个 有的话不方便说 你能不能让你对上下截一趟 我说也行吧 然后我想着就是说 他暂时间下去一会儿 我前男友跟我说什么了 我再告诉他一声 我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要钱 然后他回来就生气了 他也不告诉我 所以其实在你的心里衡量 就是他做事是没有边界的 对吧 对 所以就不让他在公司干财务了 是这意思吗 对 是这意思 这个倒是清醒了 挺好的 行 你这男朋友除了这老师 不善言辞 让你不满意之外 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 就是他是一个 想一出事一出的人 哦 他所有的计划 都是他制定的 然后在马上就要去执行 这个计划的时候 他突然间就改变主意了 啥意思 就是之前有一次 我们俩说要出去旅游 然后提前得有半个多月吧 都把那个计划呀 攻略呀都已经做好了 我所有东西都收拾好了 明天马上就要出发了 今天晚上他说 咱俩别去这个地方了 我刚看评论这不好 嗯 那我都收拾好了 机票也订好了 你要说不去的话 那不又浪费时间 又浪费钱吗 嗯 然后我就生气了 我就想了说 你要不去我自己去吧 那浪费一个人的机票 总比浪费两个人的好一点吧 嗯 然后我就第二天早上起来 到今天我就走了 为啥突然不去 因为就是我看那个地方 他评论说那个地方 水质不是很干净 然后相离不远 也有一个景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可以说比较一下 没说一定不去 这不是机票都买好了吗 他们俩在一个地方 那你却没去机场 我去了 我去追他了 然后在机场吵了一下 飞机也误点了 就是因为他不提前跟我说 然后就把所有的计划 都耽误了 还有就是观光是我们俩的事 就是改变计划 就其实也就算是可以理解吧 嗯 那是涉及到我父母 甚至说还有我父母的朋友 他也这样 是不是就有点过分了呀 怎么了呢 就中秋节的时候啊 本来就已经定好了 说是要去他家过节 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 我说就今天就不回去了 我说你们要是想出去玩 就溜达溜达去吧 然后他们还约了几个朋友 明天就中秋节了 我把去他们家 要带的东西都买好了 他跟我说不行啊 我觉得还是得去你们家吧 你们家就你一个闺女不太好 那所有的计划都已经定好了 连我父母都已经制定好 要去哪儿玩了 人家把朋友都约好了 你又改变计划 然后到最后又闹得不欢二散 谁家都没去成 哎 而且就是说 他在决定一件事之前 您根本就看不出来 他在预谋这件事 或者说在计划这件事 嗯 然后我要是问问说 我说你为啥准备这么办呀 你别管了 这事你又不懂 你就别管了 所有事都跟我说别管了 那他办得好吗这事 他要是办得好的时候就跟我说 就是你看吧 我说你别管了 你要是管吧 肯定就办不成这样 他要是办不好吧 他就又拉个脸 那你是不放心他呢 还是什么 为什么不跟别人商量呢 因为我感觉他有些事情 想的不是很周到 不是两个人一起想 不就周到了吗 我听刚才你女朋友讲这些 好像你考虑问题 也不是特别周到哎 对 对 商量一下多好啊 他从来都不跟我商量 很少 这真是一个闷活啊 而且就是说 他去干什么 就是出门 从来也就很少 就是告诉你 我去哪哪哪了 就有一次他跟我说 我要去超市门口 给客户送辆车 有十几二十分钟就回来 因为超市离我们家很近 嗯 结果出去了半个小时了 微信也不回 电话也不接 毕竟是开车嘛 我就有点担心了 担心了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因为我们俩手机有定位 我看了一眼他定位 好家伙 他上洗浴中心门口了 他定位在洗浴中心门口了 那能不生气吗 那可能就是把车 交给客户在洗浴中心 什么情况 当时那个客户是外地的 他对我那边不太熟悉 我给他发了个位置 他找不到 我就给他打电话说 我说你找一个牌子大一点的 好认的地方 他就找了一个洗浴中心的地方 结果我刚到这儿 还没跟客户看车况 有没有毛病什么的 然后签一件合同什么的 一共没有二十分钟 我就回去了 然后我就跟他解释 怎么解释都不听 那我又没看见 我知道你到底在那干啥呢 你相不相信他吧 你相不相信他吧 我想相信 不太敢相信 行 那您跟他处下来 觉得怎么样女朋友 我感觉他特别的抠 他怎么抠啊 他每天早起 会跟大妈去讲 特价的鸡蛋 然后比如说我袜子坏了 晚上回来说 跟他说 我说你给我拿双新袜子 我今天袜子全坏了 他说我给你洗洗 我给你缝缝嘛 会过呀 然后我裤子刮坏了 他说我给你贴个小便利贴 贴个小图案什么的 关键是 这些都不是最可怕 最可怕的是他 那 这事也赖我 那主持人 您说啊 这特价的鸡蛋 它比那个正常价的鸡蛋 一斤便宜不少呢 而且再说了 那你袜子穿鞋里边 那也看不见 那外边也看不见 那穿里边 我给你缝上了 又不漏了 你就穿着呗 再说那裤子 就他有的时候 需要钻到车底下 就看那个车 是什么 有什么毛病啥的 一天刮坏好几条裤子 是是是 那不能一坏就买新的 一坏就买新的呀 对对对 会过会过 但是你得让他把话说完啊 我发现一个问题 他话还没说完 你进来他又不说了 你刚才要说 更什么的是什么呀 更可怕的是他 更可怕的 对说 对更可怕 说 怎么了 他吃饭 他吃饭 但我擦嘴只能用一张餐巾纸 然后尤其是洗澡的时候 只能用五分钟 他在我家洗澡间的门上 安了一个铃 我只要一进去 他就把这铃按一下 然后到五分钟 他就把灯关了 连里边的热水器什么的都关了 这个我就不太能理解了啊 他用一张餐巾纸擦嘴 他也能擦干净 嘴又没多大 那一张纸也够用了 也没说让他吃完饭 就嘴上顶着油出门 从来都没有过 而且洗澡五分钟 你一个男的 你又没有那么长 头发可洗 你又不敷面膜什么的 我想知道 您洗澡用几分钟 超不过十分钟就洗完了 也是定闹钟吗 我不定闹钟 但是我每次都是七八分钟 肯定就洗完了 是这样吗 不是 他洗一次用多久啊 二十五分钟最长 不可能的 绝对就洗完了 我就洗个头发 洗个脸的 我就没洗涤 你的意思是 他就对你抠嘴 对 你有零花钱吗 钱归他管吗 还是 钱归他管 有零花钱 一个月多少 一天一百块钱 一天一百还可以啊 但是我每天主要的工作 就是给客户送车 主要都是加油 不够一百块钱 然后我就 现在就从同事借 他从同事借 然后他没钱 他不告诉我 然后他同事给我打电话 就是问我 为啥不给他钱花 我说我给他了 我说我天天都给他 然后他同事说 他天天跟我们说 他钱不够花 饭都从我们这儿抢着吃 烟都从我们的抽 你没钱 你就跟我说呗 你为啥跟你同事 跟你朋友说我坏话呢 我没说他坏话 我只是不敢跟他要钱 上次我跟他说 我说我要去送一个车 我说你多给我50块钱 有涨价了 他说有涨价了 我一会把钱给转过去 我一看他给我转了102 他把油价给我补上了 他跟我说的油涨价了吗 那你肯定就是不够用的 这点钱就出现在油价上了 我把钱给你补上 不就够用了吗 哎呀 那你们俩现在是什么状态啊 现在就是自从公章那件事之后 我就搬出去了 不在一起住了 还谈着呢吗 没明确地说 就是说不谈了 就因为也现在都不说话 每天的沟通 就是早上我上班之前 给他发100块钱 然后他可能过几个小时起来了 你现在还管着他的钱呢 他自愿的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现在公司里的那个收款码 还是他的收款码 等于在公司的账在他手里是吗 对 那哪儿行啊 我这么跟您说 这个账要是在我手里边啊 肯定能剩下 那跟你没关系了 那是他的公司啊 在他跟他朋友那儿 就不知道就花哪儿去了 我也没强迫他 必须要我管这个钱 然后他一直也没换 每次就有扫码转账的 就都到我这儿了 我就帮他们存起来了 你们这个稀里糊涂的这日子过的 那现在想怎么着啊 是要分手啊 还是想试着往前走啊 我不想分手 你呢 我也是就是想解决一下 我们俩之间的这个彼此的缺点吧 你们啥彼此的缺点 你们这日子过得太乱了 这个男人好像不应该是 你心目当中要的那个男人吗 反正就是 刚开始就觉得他特别老实 因为我就是特别强势 双方的父母都见过吗 见过 打算啥时候办事 本来是打算减年年底的 为啥没办 因为吵架了 不结婚了是谁提出来的 我说的 得嘞 今天两个人来了 你们帮我们看看 能不能在一起 这个任务重了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先问一下女生 您是不是认为 您的男友 有点社交恐惧症 嗯 对 但是你要明白 社交恐惧症三个特点 自卑 敏感 自我否定 在他身上 这三点 荡然无存 您刚才也说了 他和他的发小 无话不谈 他为什么在你面前 展现不出 像发小面前一样的 无话不谈 你没考虑过这一个问题吗 我更多地认为 他不是无话 而是无语 你自己也说自己强势 而且他是不是 一点就着的那种脾气 是 另外 他也明明感觉 你有很多的事情 他不满意 他只不过 他不敢反抗 也不想反抗 所以他更加无话 你难道不反思吗 他当然有缺点 但是很多的缺点的背后 和你的强势是有关的 你连一个 有涨价的小数点 都算得这么清楚 这时候大气一点又如何 他说不够用 那今天给你增加一百 那就解决问题了 你让他心中悲不悲凉 像你们两个人这样的关系 如果任何事情不商量 不交流 必定出大问题 跟你们讲一件事啊 我爸爸妈妈 也是大概这个样子 我爸爸不说话 因为他是一个工程师 是个技术男 我妈妈非常强势 他们俩结婚42年了 但是感情依然非常好 为什么 就有时候 我妈也跟我说 她说你着急 她说你看 半天了就我一人在说 她也不说 怎么怎么样的 生气了 一会儿出去溜达一圈 回来好了 然后别人一说 你们家老吴怎么怎么样的 我妈就说 不就是不爱说话吗 那你看家里活 不都她干吗 你看饭都是她做呀 她跟我没话 她跟外孙子有话 俩人一起做科学实验的 做得来劲着呢 那耐心可是比我强多了 不说话不说话吧 我妈是这么说的 你细细体会这个感觉啊 就是说 每个人的性格 他都有加分的 同时也会有减分的 这两个是对应的 如果说你看上她的老实 这是加十分的像 那减十分的像 就是她可能很无趣 那其实你也是一样 加十分的像 是22岁的小孩 竟然能够出去 去买这个打折的鸡蛋 挺会过日子的 减分的像是连 102块钱都算得那么清楚 它都是有正就有负 所以咱不能说 阴天的时候想晴天 晴天的时候想下雨 下雨的时候还想阴天 对吧 既要又要也要 这事不可能 那就是多看对方的好处 你们俩才能走下去 像你们俩这种性格 两个极端的人 也会有两个极端的结果 就是要不然 就是两个人磨合好了 就会契合得非常好 还有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一天都过不下去 你们两个自己衡量 到底是A还是B 男生有一事不明 想请教 那个公司是 你跟你朋友一起开的 还是你的公司 我占主要股 那个朋友还占有股份 是吧 对 他就有两个车而已 那你告诉他 到底有没有股份吧 有 不多 那现在尽款项 全在你女朋友这儿 那边没有意见啊 他到医院会把 我们这个合伙人 在分红给他 把分红给的 流动资金在哪儿 流动资金在我对象那儿 流动资金给不给 给 不是那三千 是那三千块钱以外的 对吗 对 是吗 你又没有从那流动资金里 拿钱啊 没有 确定 确定 所谓看似老实人啊 给你一个最大的 假象就是你看不透 反正我不明白 你们这公司 怎么这么画的啊 我看不透他 很多事情 你真的是知道吗 他真的是这么老实吗 他图什么 你了解吗 一天沟图五句话不到 请问你怎么了解 这个男人 我不知道你怎么 有那么大的胆子 你把自己的全部 都要记错在这个男人 其实你看不透 看不懂的男生 他身上你在堵什么 所以对于爱情来说 你看中他什么呢 貌似忠厚 不跟人说话 但实则自己很有主意啊 中秋节旅游 不都是因为他的有主意 而泡汤了吗 很好的事情泡汤 你到底懂不懂他呢 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懂他 至少他说的这些解释 我不认同 我不知道他的生意 合作伙伴 怎么能够认同这样 男生啊 我不知道你所有的这种表现 是装的 还是你真就是这样 当他生气的时候 你哈哈大笑 你到底是真开心 还是真的是说 哎呀想去逗他 明明对方很生气 你却很开心 这是男女朋友相处 知道吗 你们这样还能在一起 我觉得你们俩中间 有个巨大的鸿沟 很多的问题 不能得到解释 很多的生活习惯 不能够得到磨合 很难在一起 就这儿 我听了半天 大概我在想 屈威老师说的那一个 一直盯着他的账 可能也就是在想 你每个月只有三千块钱 但是你在外应酬开销 这个三千肯定包不住 所以你一定私藏小金库 或者是说账外有账 那么这个估计也是你女朋友 会觉得有不安全感的一个点 你每次出去吃饭 女朋友都知道是去哪儿和谁 谈什么事吗 对 确定是这样是吗 大部分都是这样 那你的不安全感在哪儿呢 就是我觉得他啥事都不告诉我 然后我 这不都知道了吗 还要怎么知道啊 就是他说是去那儿 他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去那儿 就是一次偶发的定位不准 对 就那么一次你怎么就知道了 一定每次都是撒谎骗你呢 有的时候定位很有意思的 你即使是在同一个大楼里头 这边是的确开的 可能是一个族域 然后这边是个餐馆 然后定位他人做的稍微偏一点的 戈壁就是族域的时候 你说怎么办呢 所以你从这一点来推乱来认定他是一个不老实的人 有点站不住脚 用他到你们公司上班是为了省钱还是为了干嘛 让他管钱 为什么要让他管钱 你请一个财务的开销 和请女朋友来做财务 开销哪个大 请他 请女朋友更贵 对 女朋友是自己找不到工作吗 不是 她是学诱师的 那她为什么不能做自己本质行业 为什么要跑到你这儿来做财务 把你的公司搅得乱七八糟 但是你要说你们两个人要不要分手呢 我觉得不要分啊 你们只需要在工作上拆个伙就行了 生活上太是你要的妻子了 男人一听说女孩子学诱师的 立刻可以对标上贤妻良母了 然后当女孩子再一节约 没事跑到超市去捡便宜菜 袜子都给你贴创可贴 虽然苦巴了一点 但想一想你看 没有年轻女孩子奢侈大手笔 反而这么脚踏实地长得还不错 这姑娘太适合做贤妻良母了 你是按着要娶媳妇的标准来挑女人 这个女人我懂不懂她 她懂不懂我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得能操持的好家 成为家里的贤内助 这就是你对她的基本要求 她真的也都还挺符合的 对吧 对 所以这就是你想娶她的原因 所以姑娘 她的一切用心就只为了把你骗回家娶你 你居然说你对这样的男人没有安全感 你唯一可以抱怨的就是 我跟她没有共同欲言 我跟她聊不来 为什么让她去管账 因为她抠啊 她跟她哥们挣的钱都奢侈掉了 是这样吗 是 所以她管还能剩点钱 那哥们当然愿意了发小 咱俩管一分钱都漏勺漏走了 你的女朋友来了管钱留下来了 所以人家会同意嘛 就这么简单嘛 女生有一点啊 喜欢她其实她的本质那块没变 不就老实吗 不就怕你吗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想清楚 老实人可没法做买卖啊 做买卖的人不可能那么老实啊 这个大概就是你隐隐的不稳定或者不安全的一个部分 最后的提醒的角度很简单 你是为了嫁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跟她去磨合 还是说我想找一个 跟我有共同的志趣情绪相合的人 你想这件事 你是要找一个 再给公司添一个免费合伙人 并且让她的效益最大化 又能生娃还能带娃又是合伙人 还是要找一个跟你情绪相投的女人 你也想清楚 你们把这个事想清楚了就都行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变量 今天可能不志趣相同 但是共同去发掘 共同去培养某一方面的志趣 也许也能在一起幸福地生活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八》 可能我话确实是多了点 我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事是你感兴趣的 然后你就不说话了 我可以改一改 我可以少说两句 那你也能不能多离离我 可以 我以后我会学着和你多说一些话 其实我也不想逼你去干你不喜欢的事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你去干什么了 至少也能放心一点 至少也能放心一点 以后我去哪儿我都告诉你 我干什么 猜猜看 怎么着 肯定上出 没毛病 双厨 咱们来看看啊 请开门 哎呀吓我一跳 来来来来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是你让我看见江湖沙漠开出花一朵 是你让我想要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有这样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 谢谢 谢谢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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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 实施负担 假的那部分就是他告诉你 他心里还爱着你 但是现在呢 就像一个人不想再谈恋爱了 这话一听 就是在安抚你受伤的心理 所以尽快地 让自己从失恋的阴影当中走出来吧 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场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